夏末秋初是虎头蜂活药的时期 经常传出有遮人事件 副理乡永丰村民向玉里井奔局求助 指出永丰村活动中心旁边有一个大型的虎头蜂窝 永丰派出所所长钟日顺一看发现 直径居然有60公分大 为了避免遮伤民众管制车辆绕道 赶紧请来了捕风达人把他给移除 警方也呼吁如果被风遮后 有不舒服的地方要赶快就移 你没有看错 远景手上拿的就是虎头蜂窝 这是副理乡永丰村民向派出所求助 说永丰村活动中心旁边有大型的虎头蜂窝 以及有五六人被钉 远景前往现场查看 发现大约10公尺高的树上 有直径大约60公分的虎头蜂窝 地点又在台23线 是村民及游客往来的交通要道 容易遭群风攻击 街上有一个专门在 在采周蜜蜂的朋友 就拜托他请他到现场查看 他看完之后就请了他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 来帮忙我们结束 警方联络擅长拆除蜂窝的友人到场协助 移除前向布景村民告知将门窗确实关闭 也请歧视民众绕路而行 汽车一定要将车窗关好 避免虎头蜂受到惊吓 袭击往来用路人以及布景住户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交通管制之后 虎头蜂窝顺利摘除 顺利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把蜂窝 栽除 居民免疫被蜜蜂冰咬或伤害 玉璃警班局表示虎头蜂之中攻击欲望极强之一 警方呼吁如果被蜂遮之后 有任何不适一定要尽快救医 记者高双双副理采访报道